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影片的李女士表示 拍攝地點在麗江永勝縣 還有一些外地網友路過 也拍到類似的影片 不少網民在影片評論區留言 擔心與地震有關 有網友說 天有異象 必有災害 提高警惕 有避無患 另一位網友說 希望今晚不要睡得太軟 雲南燕紫滿天飛的異象 也令人想起8月6日上午開始 雲南昆明海耿西碼頭 和田池草海 連通風站排水口處 不斷有大量白鳥魚跳出水面的情景 當時就有多位市民和遊客 拍下了壯觀魚群跳龍門的畫面 有網友表示 在昆明幾十年了 都未見過這種現象 有不少網友擔心表示 估計要地震了 注意可能會有地質災害 最近在河北和北京 出現最多的異象 就是水出現異常 有些是水滾 有些是自來水龍頭流出來的水 凍到赤手 另外還有多個地方拍到怪雲 譬如8月9日 在河北有人拍到怪雲 這些黑漆漆的雲團 看見就起雞皮 見到河北這些怪雲 有人可能就想起在山東地震當日 山東德州的一名男士 拍到輿輪形狀的雲 而在當晚德州就地震了 我見山東當時的那些雲 的確是很多地震前都出現的輿輪 但是算是非常常規的 這麼常規都這麼厲害 這個錄製影片的人 這些雲比山東那些厲害 我看到也有這個感覺 而且河北上空的這些雲 看起來不僅陰氣更重 而且怨氣也很重 不知道會是什麼意思呢 但是無論什麼意思 看起來也是不懷好意 所以還是請廣大的河北人民 提起精神 畢竟就算沒有天災 中共也會不為餘力地製造天災 有這樣的一個製造冤魂的政府 沒有什麼怪事是不能發生的 最近這一場由中共製造的 因為洩洪產生的慘絕人蠻 天理難容的人道災難 引發的死亡數目 有觀察人士分析過 將會超過1975年 豬馬店板橋水庫水壩決堤的25萬人 據中共喉舌報導 河北當局11日在石家莊 舉行假新聞發布會 聲稱截至8月10日 河北省因災死亡29人 目前還有16人失蹤 中共這一個通告一出 各界哗嚴 中共製造的這場災難 但是瀟洲一地 就爆出各種人禍慘劇 死亡人數巨大 瀟洲一個年輕人 逃生之後直言 全村500多人 只有他一個人走得了 早前就有記者去瀟洲採訪 看到每屋都是浮住的屍體 但是就不敢報導 河北瀟洲民眾王說 11日向大紀元表示 不相信官方資料 根本是不可能的事 死一千人都不止 清理淤泥的人說了 一千人都不止 有人說瀟洲西池村 只有一個年輕人就可以了 還有人說 西潭村也全村失蹤 有影片顯示 7月31日 河北保定內水 鄭峰的一家三口遇難 留下3歲的兒子 和連邁的媽媽 鄭峰的遺體 在距離家一公里之外找到 而距離他家八米以外 就發現他妻子 和6個月的女兒的屍體 洪水來的時候 鄭峰和妻子和小女兒 在房間裡 轉眼就被泥石流衝走 他3歲的兒子和媽媽 當時站在外面空地 被過了一劫 而居住在河北來水縣 湯家莊西塔村的網友一登 他在影片當中 鄉外界揭露 家族有14個人失去性命 目前這條片在抖音 已經被刪除 網上有消息爆料說 一登已經被警察帶走 說家裡死了多少人 又被警察帶走 如果堅持說下去 可能下一步 就是被警察 送去見死去的家人 這樣就更加死無對證 反正在網絡的影片 也被刪除了 有網友說 神奇的29 真是?我不信 你會信經常說謊的人嗎? 還有網友說 剛剛看到外面的報導 德州至少有6位數字 比得上民村啦 8月10號凌晨4點左右 大清河段上游 河北省文安縣的灘里鎮 堤壩缺堤 河水急速下洩 幾米高的洪水 轉眼就湧向旁邊的萬某河花糖 省下眼就一片汪洋 極短時間之內 多個地區再次水浸 街道又變成河流 大面積的糧田變成汪洋 以此同時 大清河段下游的天津台頭鎮 洪水水位下崗 網友質疑 中共為保天津市 在上游河北省鎮洩洪 河北民安縣居民說 缺堤啦 緣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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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位居民也說 萬某河花糖 緣啦 淪陷啦 網友也懷疑 大清河北面不是缺堤 而是被滑堤 受颱風卡魯影響 北京河北和天津 11日開始下雨兩天 大堤10日決堤 被認為是為11日的 新一輪洪峰做準備 和不單行的是 除了河北多地再次爆發水災 8月11日 洪水剛剛退了幾天的 黑龍江多的地方 再次爆發水災 大批居民 再一次逃亡到高處 黑龍江村民 轉移了 上了山 轉移上山了 因為擔心洪水 有村民就到河邊看水勢 結果遇上官方洩洪 黑龍江村民 剛剛才打開河堤的 剛好這個時候來遇到 沒有了堤壩難節 大量河水湧向村莊和農田 黑龍江村民 看見這些洪水 將養殖用的大棚沖毀了 這裡的房屋 也沖毀了半棟 幾天前 這一片黑土地的災民回家 不少人看到全村都被壓力 淤淋滅 這些並不是純粹天災 更都是因為洩洪造成的 不少災民去找政府 要求解釋 黑龍江五常災民 我們老農民來告狀 大門鎖住不讓我們進去 我們現在被浸到 連飯都沒有地方吃 另一位災民也說 我們老百姓來要求都不接待 前後門全部鎖住不讓入 正在東北華北上演的洪災人 已經至少令幾十萬農民的房屋損毀 財產沖走 糧食失收 一生積蓄全部都沒有 生活難以為繼 未來兩天 黑龍江和吉林兩省 仍然會有暴雨 災民的生存問題 令外界擔心 老百姓有句話 叫做叫天不應 叫地不民 這就是因為現在的中國人 在共產黨無神論的毒害底下 沒有真正信老天爺的了 總是以為政府 能夠給自己一個公道 我告訴大家 這個魔鬼政權 除了能夠給你們添麻煩 減授命 其他什麼都不會 所以希望中國的百姓 都能夠認清中共的魔鬼嘴臉 放下對這個魔鬼的信任 真心三退 求神保護 你們看看靈不靈 昨天 我們才跟大家報導了 8月11日 廣西南陵 因暴雨 而變成水中城市 其實同一天 西岸也發生災難事件 在8月11日這一天 西岸泰嶺山區 突發山洪泥石流 兩處民房被衝毀 已知2人死亡 16人失蹤 另外 甘肅牟山區10號 也突發山洪 造成5人死亡 據封面新聞報導 11日下午6時左右 位於西安市巡嶺北陸的 惠子平村 繼窩子組突發山洪泥石流 災情嚴重 有影片顯示 山泥裡 旁邊急著黎沙湧下來 猛烈地撞擊路邊的圍場 巡嶺210國道部分路段 即水下陷 有橋樑被衝毀 據目擊者說 前面的路全部都斷了 什麼手機信號都沒有 報導說 經初步調查 有兩處民房被山洪衝毀 造成2人死亡 16人失蹤 截至目前 救出4名受困人士 而在8月10日 零時40分左右 甘肅省白銀市 景泰縣的 馬山長山區域 7名群眾 在野外遇到山洪 5人被洪水衝走失蹤 之後被確認全部遇難 據當地官員表示 事發當晚 景泰縣興泉村 6名村民 和盧陽村一名村民 一起上山 找走失的80多隻羊 他們將駕駛的車輛 停在山下的河道 晚上突然下雨 7人躲進車被雨 誰知遇到山洪 河水暴漲 其中一部車被洪水衝上河灘 兩人獲救 而另一部車被山洪捲走 車上5人失蹤 當日 救援隊找到4名失蹤人士的屍體 11日上午8點多 最後一名失蹤人士的屍體 也被找到 5人全部遇難 早在8月9日上午 四川雅安雨城區 魚鱗壩也突發洪水 多人被洪水衝走 據大陸媒體報導 魚鱗的是一群60多歲的退休大媽 她們當時蒸在龍西河魚鱗壩上玩 在水裡偏偏起舞 但是就想不到 上一秒還高高興興 十幾秒之後 11位大媽就被突然上漲的洪水 直接衝走 其中7位大媽不幸遇難 除了突發山洪之外 中共河北又有突發事件 據曝光的影片顯示 營台一間化學品廠發生洩漏事故 黃色煙霧尼曼整個天空 街道上有車輛在黃煙之中四散逃走 還有行人掩著口臂走過 據知情人士透露 事發的工廠是一間杜新廠 這間工廠的電導工序 涉及使用化學物品 其中包括酸性溶液 和金屬鹽溶液 之所以冒出滾滾黃煙 應該是鹽酸 或者淪化物存放出現問題 或者著火 至於在這場事故 到底有沒有人傷亡 目前外界就一無所知 其實中共的災難 還遠遠不止這些 逆時針旋轉的颱風卡魯 無情地把夾著的暴雨帶 灑向了白陽殿 多災多難的河北 將會受到第二輪嚴峻的風雨口驗 最後 我們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巴西語言家 朱瑟里諾 有關8月的最新預測 在這次預測裏 朱瑟里諾 一共發表了50個預測 下面我就選了一部分 跟大家說一下 第二個預測 強颱風迫近台灣 菲律賓 日本和中國 第六個預測 俄烏戰爭暫時不會結束 而由於某些人支持戰爭 這場毫無意識的暴力戰爭 只能夠繼續 兩國之間的和平可能性 會進一步推後 而戰爭背後的企圖 可能會成為被曝光的醜聞 第十四個預測 富士山的火山活動 和附近距離富士山所在地 大約150公里發生的 多次地震有關 表明富士山即將爆發 日本將會發生強烈地震 多地遭遇強風暴 第22個預測 中共出現了新的經濟危機 政府應該刺激 並且令國內市場回戀 而另一方面 降雨和熱浪 將會繼續對中國造成破壞 並且有人死亡 第28個預測 一場大風暴 將會襲擊台灣 會導致洪水 可能會造成破壞和人員傷亡 第36個預測 中國的特大罕災 預計將會影響該國的小麥收成 和其他農產品 還有洪水帶來的災害和破壞 這些預測只是提供參考 至於是否會成真 就交給時間來驗證 好 今天的節目就和大家聊到這裡 我們下次見